冰雹什么季节下? 冰雹是一种天气现象,在夏季或春季之交最为常见,秋季也有可能下冰雹。 夏天温度高,地面会产生湿热空气,造成水蒸气预冷,凝结成水滴, 然后经过空中云层的作用,越下越大,形成冰雹,最后落到地面。 总体来说,我国冰雹灾害的时间分布是十分广泛, 除广东、湖南、湖北、福建、江西等省冰雹较少外, 各地每年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薄灾, 尤其是北方的山区及丘陵地区,地形复杂,气候多变, 冰雹多,受害重,对农业危害很大。 虽然冰雹出现的范围小时间短,但来势猛,强度大, 并常常伴随着狂风暴雨等其他天气过程, 每年都给农业建筑、通讯、电力、交通, 以及人民生命财产带来巨大损失。